一连好几声哄天巨响 大陆陕西省西安 11号迎来出雪的同时 罕见伴随冬雷 俗称雷达雪 专家说是很少见的天气现象 造型各异的冰炮群 分布于冰层当中 从湖底垂直向上分布 另一个天气奇观 在黑龙江东山湖 湖面大片冰炮群 就像大小不一的摆玉盘 专家解释 湖中大片水草腐烂衰败 释放出沼气 湖水急速冷冻后 就形成如此梦幻的冬季景象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雾松 觉得很漂亮 雾松很漂亮 它就是奇景嘛 可遇而不可求 在地温和雨水作用下 树梢披上了银庄 湖南张家界 还把1500公尺的天门山 雾松美景漫山遍野 同一时间 吉林各地雪场陆续开放 雪国特有的冬季观光 活动热闹展开 不过这样的景象 未来还能看见吗 大陆国家气候中心宣布 中等强度的声音现象 已经成形 预测2023年 全球平均气温 将打破2016年纪录 甚至可能影响 大陆的秋冬季节 例如北方地区暖冬几率高 并让华南地区降水量明显增加 我国南方 尤其是华南等地的降水 会明显增加 我国北方出现暖冬的概率增大 亦记京东我国大部分地区 气温接近常年 或者是叫常年偏高 专家担心 在声音现象作用下 阶段性强降温 对农作物冻害的风险升高 对书店线路 能源运输 交通出行等 也将带来重大考验 TVBS新闻 小明镇丹丸丽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